谢信男子与路边坐在机车上的妙邻女子攀盘后 借机抚摸对方大腿 女子立即报警 谢在检警侦讯时均承认犯罪 检方依违反性骚扰防治法提起公诉 新北地医院将借汉处之意 20天 结果谢上诉否认有摸对方 女子应该是讨厌宅男 因而故意诬陷 法院不予采信 认定犯刑明确 量刑适当 今天驳回上诉 全案定验 判决指出 25岁谢信男子去年7月13日深夜11时时 在新北市新庄区福寿街上 与一名坐在机车上的妙邻女子攀盘 随后趁女子来不及反应 摸了对方大腿一把 女子当场报警 警方巡监视器画面将卸逮捕送办 他在检警询问时均承认犯刑 检方提起公诉 申请检疫判决处 处刑 新北地院去年11月将他判处 拘役20天 谢提出上诉指出 他没有抚摸女子大腿 监视器也没有拍到有抚摸大腿的画面 本案证据不足 他和对方素不相识 女子应该是讨厌宅男 故意诬陷依他 法官指出 谢姓男子表示他之前会承认 是因为认为不管怎样都会被告 所以干脆不正经的回答 但谢若真的被冤枉 应该不会承认 始终都要求检警单位查明真相 结果谢出了承认 还交代当天女子和事不要碰我身体 并指称女子想要大赚一笔 法院认为被喊女子于警方询问及检方侦查期间 从未主动要求谢姓男子要支付赔偿金 且若女子企图涉局 应该是女方主动靠近男方监视器影像 却可看出是谢靠近女子 两人间互不相识 没有仇气 没有大费周章设词陷害的动机与必要 认定谢范行明确 博回上诉 谢姓男子与路边坐在机车上的妙邻女子 攀谈后 借机抚摸对方大腿 是一图 应该分享